歡迎大家收看時代足球總會發甲組聯賽杯的決賽 由MVP對智藍一絲 MVP是新冰白色衣服,智藍一絲是藍色衣服 一開始看到智藍一絲有軟射 龍門也撲到 接下來了有一球半傳半射 射球或傳球的就是17號球員迷大城 之後看到LVP的龍門也很集中 早段的時候智藍一絲有一定的攻勢都被他化解了 現在換過來就是MVP的攻勢 射球球員是27號馬卡迪 不過這球就射到你和你,威脅不了龍門 看看MVP這樣教的球,但被智藍一絲截了 再傳到左路 17號球員看著左插下插 一射,嘩這球漂亮啊 這樣就射到了,為智藍FC領先 MVP1比0 入球的球員就是剛才也看過的黎大城 我們待會兒看補充和這球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這球是MVP隔外球攻勢來的 被智藍FC掉了 接著由陳楚豪分步去左路 那麗大城看著球員就很冷靜 左插右插,插一插就射回軟柱 成功為智藍FC領先MVP1比0 看看MVP之後會不會有反撲做出來的 的確的,落後了馬上做反撲 這球頂上一射,其實都漂亮的 角度略略不夠雕端 智藍龍門又雙手一波拓出 射球的就是葉晶林MVP3號球員 看看怎樣做 傳落中間有一射 看看龍門反應夠雜中 立即擋出來 智藍球員9號萬指援 就射了球球 之後他還有一個高球去頂遠處的攻勢 但那球就不中籠 我們再看看,剛才入球的黎大城 怎麼做?傳下去,按去中間 對,一堆混亂之中 坦日的就是剛才有兩次高門的萬指援 他也成功入了一球 幫智藍Lepsy領先到2比0 我們先看看Payback 他傳了過來,黎大城大很冷靜 跟剛才入球一樣 莫準的位置先放入中間 一個鏟人 幫智藍Lepsy領先MVP2比0 我想這個時候,畢竟是決賽 MVP的球員應該都要努力去反撲擊 去到下半場 下半場有攻左就是MVP 左攻右就是結合Lepsy 看MVP怎麼做 不過可惜這球傳球又... 嘩 這球感到彈了 這球感到彈了 其實全場除了他之外 都沒有人知道他是射的 剛剛試射的就是 15號球員陳嘉倫 看這球先 有點猶豫 解圍不到推述射了 張光偉 智藍7號球員 都上到來 去試一試射 就這樣看下去 好像智藍都掌握到大局 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這球 這球真的可惜了 李展虹 在門前 他自己都呆了兩秒鐘 站定定在這裡 竟然掃了出界 其實去到尾段的時候 可能MVP體力不太夠 或者可能都覺得有點灰肌了 因為下去了兩球 變成很多這些 好像左右兩邊出球 其實都沒什麼特別大的壓力 給到智藍球員 去到尾段的時候 其實智藍球員就 好像現在畫面看見這樣 控定球球 左傳右傳 其實看到MVP球員 都不是很積極地去扣 可能真的體力上問題 有點累 有比較多的消耗 這球截不到的時候 其實球證都吹完了 最後出賽 智藍FC贏MVP2比0